youtuber阿滴经营英语 学习频道至今累计了277万人订阅 经营有几卡网友发文表示 自己近期开始看阿滴的影片 大赞对方的影片很用心 但流量似乎没有以前来得高 认为是因为现在的影片已经偏离了教学内容 也比不过真的在做教学影片的youtuber 听闻曝光后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赞同 文章甚至登上新闻报导 记者还以大崩蝶来形容阿滴的流量 对此阿滴亲自发文晒出后台数据表示 2023年10月份的频道流量比去年通气成长了35% 何来所谓大崩蝶 不斥了不实的新闻标题 随后袁波删除了文章 并重新发文向阿滴道歉 因为自己没有查证就发文 还被记者抄袭乱下标 坦承自己该负起责任删文之外 也呼吁记者要有媒体素养 诚恳的态度获得阿滴转发向原po表达感谢